好我们继续讲 继续讲键表 所谓键表呢 就是我们在之前建的数据库里面 去建一个一个的数据表 每个数据表都存储一个 那个独特的信息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一个 Nodejs课程中 就我上一个那个Nodejs课程 从零开发博客 Web Zero的课程中 已经讲到键表的了 而且我们当时在开发的时候 是用了比较简单的一种方式 或者说比较基础的一种方式 就是Nodejs直接凑凑数据表这种 我们这门课呢 不会用我们现在所讲的 怎么去键表 怎么去查询 也就是说不会用 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半小时的 这个大约半小时吧 这个键表查询 以及什么插入啊删除啊 等等这些比较基础的东西 就是不会直接凑凑数据库 我们会用那个 后面要讲的那个ORM的形式 就是那个Cecular的形式 这个后面会继续说 但是呢 虽然不用 但是也得知道 因为我们毕竟是要用到这个数据库 数据表啊 我们要执行数据的查询 数据的一些插入 一些更新 还有连表查询 就是两个表或三个表 加起来一块查询 这样的一个套路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键表 怎么去查询 就是先了解这么一个概念啊 然后我们才能用我们下来用那个ORM的方式去做 这样的话才能顺理成章的去理解这个东西 要不然我们直接用的话 那可能就会比较忙了 OK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见的两个表 第一个表呢是User's表 这两个表呢是基本上模拟 我们接下来要做那个微博的那个项目 就是先简单的模拟一下用户和微博 因为下一个表是Blogs表 Blogs表就是模拟那个微博那个项目的表 不会作全所有功能 但是会拿这两个表来模拟一下 所以第一个表是User's表 第二个表呢是Blogs表 就一个是用户 一个是微博 OK 我们看一下User's表中呢 这个表是列 我们要见四列 所谓四列就是说我们每一条User都要存储四个信息 大家看ID ID就是它的那个主件 所谓主件就是我们这一行 因为一行有四个信息嘛 对吧 一行有四列 ID 用户名 密码和nickname 就是尼称 这后面三个大家都很好理解 ID这个 它是一个为了保证 这一行是完全唯一独立而设计的一个列 所以说ID我们也叫它主件 类型就是int 就是数字类型 然后pk就是这个主件 paramk就是主件 所谓主件呢 就是它是唯一不能重复的一个那个列 比如说我们的密码可以重复 对吧 两个人设一个密码 这很正常 就是比较长一点 123456这些 不能避免每个人都设不一样的密码 然后nickname这些 你一称呢 可能就更加会重复了 对吧 这个内容这个我们要求不让它重复 这是我们通过程序来限制的 像这个呢 主件这个呢我们是通过数据库来限制 不能重复 然后这个not none not none就不能为空 这我们都做了限制 就是既然加了4列 我们就不让它为空 必须有数据才限 然后AI自动增加 就是它既然作为主件 你不能重复了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 就是比如说一开始是1 然后再插入一个就变成2 再插入一个变成3 对吧 这样的话1234567 这样自动增加 它自然就不会重复了 OK这是第一列ID 然后UdaName就是自物质形式的 然后我们假设现在有 就是最多让它存储20个 就是那个自物质的长度是20 那password也一样 那你一称呢 我们就假设最多它能存储10 这是我们第一个UdaS的表 怎么去见呢 我们当时也是 我们先把这个表的每一列 以及它的类型 一些其他的信息看一下 第二列是Blogs表 ID也是一样 然后title就是title其实就是那个博客的一个标题 标题它比如说我们设置50 然后content设置text就是文本类型 文本类型就是说我们可以存储很多很多很多的文本 就是不限程度的 大约是我印象没错的话 应该是可以存储512等的文本 所以说长度上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不限 UserID它就是说 我这个博客到底是谁的 因为这个地方博客到底是谁的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关系来关联呢 大家看博客有标题有内容 然后我们只要写个UserID就可以了 因为通过UserID我们就可以关联到上面 这个到底是ID为哪一个的用户 存储的信息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带有一个关联关系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建 但它有个关联关系 就是这个UserID应该能关联到这个User表中这个ID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表建起来吧 然后我们再看这下面最后一遇的事情 好 然后我们还是在这个Workerbench里面 然后我们写一句话叫 use.r.vdb 就是我们上乎建那个数据库的名字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数据库 然后选中之后呢 我们点一下这个执行 OK 下面就执行成功了对吧 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执行成功之后呢 它这应该会把这个 就是选中这个数据库 然后它会展开里面的东西 但是展开之后是空的对吧 我们还没有开始建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Tables下面去右击 然后点这个创建表 OK创建表之后呢 上面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也没法放大啊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 可能是大家 细心的看 然后我呢 详细的说一下 这个地方要输入表的名字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 有个users表 然后column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id 然后类型是int 对吧 然后pk主件 not now是不能为空 ai是自动分加 对吧 好 其实youtes呢 这个地方 我鼠标这个地方 也有这个 每个所写的一个解释 OK 下面继续啊 按照我们的设计 然后建这个youtername youtername这个watcher 它这个写的是45 其实无所谓了 我们之前写的是20 对吧 2045其实无所谓了 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 要求你这一列 最多能存储多少程度的字符 然后 我们就用45吧 我们就用45 我们就不改了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现在 做数据库事业的时候 这个空间啊 我们现在是不敏感 因为现在硬盘比较便宜 就是你在运服务上买硬盘 或者说你自己 加设服务买硬盘都很便宜 因为mysicle 它是一个硬盘数据库 对吧 所以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尽量让这个程度 设得长一点 就是不妨碍我们的一些特殊情况 如果是你为了 可以节省空间 把这个地方设得特别短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你需要特殊处理 这样的话 就增加了程序的复杂度 增加程序的复杂度 就会增加人力成本 对吧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硬盘的价格和人力成本之间 现在是谁贵 大家可能 明眼里都能想明白 这个人力成本 现在是非常非常非常贵的 对吧 Google程序员 可能约薪好几万 然后你买块硬盘 一个月的工资买硬盘 OK我们继续 然后写一个password里 password里也就这样 也就按照45的长度 然后最后我们写一个 nickname的 nickname其实也不用管它 写45就行 nickname可以 我们这个地方做个变化 就nickname我们可以允许的空 就是你不填的话 它就没有 好 然后这样键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 右下角这个apply 还有一点要补充 就是刚才特点王上说 每一列下面 你都可以写注释 你都可以写注释 这个comments里面 可以写注释 比如说nickname 我们这个写个注释 就昵称 这个注释的意思 其实就是 和我们代码中注释 差不多 然后我们就点这个apply 大家看 它会给你一个 cretable的一个cycle语句 对吧 然后 我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大 给你个cycle语句 然后 其实你也不用看了 它自动给你生成的 然后点这个apply 就可以了 OK 先close 我们再把这个关掉 好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表中 就有了这个users 好 然后我们试着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 fromusers 查询这个之前 必须要先写上这个users 数据库的名字 要不然它不知道查哪个数据库 好 点查询 好 点查询之后 它其实下面什么也没有 对吧 因为我们还没有插入数据 所以说我们就继续建第二个表 logs表 然后也是一样 id 主件 不能为空 然后自动增加 然后 title title这个地方就写 就写45吧 之前是50 对吧 其实 50 45 其实对我们这个 单目演示来说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再写个 content content就写是text ok text 然后 这个地方写userid userid这个地方就必须选这个什么 选这个inter类型了 对吧 然后我们甚至不能为空 好 userid我们这儿加一个注释 就是对应users表 users表的这个id users.id 就是users表的这个id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点这个apply 然后就可以创建 然后点apply应用 好 关闭 ok 这样两个表件好了 我们可以尝试去查询 select 就是查询 select 新号 新号就是我们要查询所有的列 就是全部的列 就是新号 然后 logs 然后选中执行 当然也是什么都没有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创建表 创建表之后呢 我们继续看一下 要有基本的三个语句子操作 我们看一下 首先资产改查 这是最基本的 对吧 然后是 查询总数和分页 资产改查是最基本的 然后查询总数和分页 就是我们在 我们这个项目中会用的 就是你看微博系统 你不可能把一个人的微博 全部显示出来 肯定得分页 对吧 比如说你关注到人 比较多了之后 你那个微博首页 这个微博的数量是非常多的 你一下子显示出来 那不现实 所以说要分页 对吧 要分页呢 你还需要查询总数 你还要知道 虽然说分页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 一共有多少个微博 你一共发了多少个微博 这个 这个得查出来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 就是实际项目中用到的 所以说我们就 现在就 就是简单说一下 好 那我们回到 这个地方来演示一下 我们先上资产改查吧 资产改查 这个查询 这个就先放这了 那比如说我们不用的话 我们可以注释 注释就是 杠杠 后可 好像讲过 杠杠后可 就可以注释 好 我们新增一列 insert 新增是用insert insert into into users users就是表名字 就是表名字 然后 括号 username password nickname 这其实就是 username password nickname 就是对应的 users表里面的 每一列的名字 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 有两个重点 需要强调一下 第一个是password password是在这个 sirco语句中 它是一个关键字 我们既然用了关键字 作为这个列的名字 那这个地方 不能直接写password 你如果直接写password 你看它就变蓝了 对吧 这个蓝色和这个insert 和这个us是一个颜色 所以说它是关键字 我们就用这个 反 反单引号 给它引一下 这样的话就会 不报错 要不然就会报错 我们不能用关键字来去做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id 我们有一列是id id其实不用给它 因为id 它我们已经设置了 它是自动增加的 而且它是interl型 它是主件 对吧 我们就不用给它 它会 我们每插一条 它都会自己去设置这个值 而且根据上一条去增加 OK inzert into什么什么 然后下面就是写values values什么呢 后面我们可以 后面有个括号 这个括号的值呢 对应着上面前三列的值 比如说单一号引起来 就是一个自误筒的形式 比如说张三 然后呢 密码比如说是123 移称呢 比如说叫张三 OK 最后一个分号 好 我们执行一下 好 下面有个对号 就说明它执行成功了 执行成功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解开这个查询条件 查询 我们可以查一下 OK 已经出来了 对吧 好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想去查询 比如说我们就不想查ID 我们就想查username和nickname 密码其实也一般不会查 密码就验证的时候 验证完了之后就算了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列名字写上 from users OK 大家看 写列名字之后 它就反复的 其实就是这两列 对吧 先出失掉 这个地方其实可以 给大家说一个细节 就是 虽然说我们的PPT证没有写 就是我们在做数据规则画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一点 就是比较基础的 比较基本的数据规则画 就是 如果是你查询什么数据库 都写星的话 其实对星能影响是比较大的 第一个是 查星它本来就比较慢 第二个是 你比如说你列比较多的话 你查那个星 查出所有的列 你也不一定全部都用 对吧 所以说也是造成了一种 不管是从计算上 还是从这个密码上 都造成了一种 效率的一种 就是 不是很高效 所以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 很少用这个select的信号 一般都会用select什么什么什么 from这个表 就是我们把需要什么列 我们就写上什么列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细节 大家可以稍微的记一下 好 那我们插了一个用户 我们可以继续插第二个因素 比如说叫里斯 密码也是1.3 你称我们叫里斯 好 OK 查试成功了 对吧 然后我们就直接查询 因为我们这儿是做demo演示 所以说这个信号对我们来说 慢点 也就慢点吧 反正我们肉眼也看不出来 对吧 好 这已经有两个数据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再去 比如说我们再去尝试一个 那个已经有了用户了 所以说我们可以尝试一个登录操作 我们该怎么办 登录操作 比如说张三来了 输入了密码 用户名是张三 然后密码是1.2.3 我们该怎么判断它 是不是登录成功的 在数据库层面 我们可以这样 select 比如说select 就用这个吧 select user ID nickname from users 然后where where就是个条件 where username等于 张三 and password 等于 123 当然这个地方password 还是要给它引起来 我们加上个where条件 两个条件 两个条件 用按的 那肯定就是一个语的关系 对吧 好 我们搜一下 好 查出来之后 肯定就是 它输入的这两个星期 就登录成功了 比如它密码输错了 密码输错了 输入了1234 这个时候查询 那肯定是不成功的 对吧 查出来的没有 没有就说明它登录不成功 这就是一个 通过where条件来模拟登录的一个效果 OK 那我们接下来再去插那个blocks blocks 然后它的列有title title 然后continent continent它不是个关键字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这么写就行了 接下来呢是user ID 然后列里面 比如说值里面 比如说有标题 标题是标题1 内容是比如叫内容1 我就随便写了 然后这个user ID 它是一个inter类型的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写数字 对吧 我们说过的user ID 它要对应到这个users表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users表中 ID分别是1和2 1对应的就是这个张三这个用户 2对应的就是李四这个用户 对吧 所以说比如说我们插的这一条blog 它张三创建的 我们这个地方就写个1 我们就不能写3对吧 我们写3写4的话 它对应不上这个地方 虽然说能插一句 但对应不上 那我们就查不出来 对吧 所以说我们必须写个1 或者写个2 比如说我们写个1 然后执行 好 这样的话我们再 查询这个blogs 我们看一下 好 就有了对吧 比如说ID是1 好 那我们再试着插一个 这样还是1吧 还是张三创建的 那我们再来一个 好 再来一个 4个就行 好 成功之后我们看一下 OK blogs 一共有4个记录 也就是说4行 对吧 然后每一行里面呢 就是2行是1 两行是2 比如说张三创建了两个blog 李四创建了两个blog OK 这就是插入数据和查询数据 然后我们再简单看一下 这个更新和删除吧 更新删除用的相对比较少一些 因为插入和这个查询用的比较多一些 OK 我们先把这个inzels 给它输失掉吧 然后更新的话 我们用update 比如说 update blogs set content 等于什么呢 等于 比如说叫 内容1 内容1 然后 where id 等于 1 大家看这个 更新的意思就是说 当id是1的情况下 就是这条 找到这条 然后把它的这个content的设成 内容1 内容1 好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直接改一下 好 实行 然后我们再重新查一下 OK 是改了对吧 这就是更新 更新一般后面要加一个ware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不加ware的话 那所有的列全部都给更新了 所以说 在很多那个 cycle委屈的一些规范里面 它都会讲 就是update后面 必须要加ware 如果不加ware 不管你是对还是错 都给你过不了 然后删除 删除就是 delete delete from blocks 也是有ware 比如说id 等于 4 因为这个id 这一列是一个 inter 类型 就是数字类型 所以说我们这个id等于4 这个就是id等于1 其实 一般情况下 你加不加引号都可以 因为加引号 它也能识别出来 它能转换出这个inter 类型 如果不加的话 它本身就是一个数字类型 所以说它就不用转换 那我们这统一就不加吧 就是 遇到数字类型的这一列 我们这个值就不去给它加单引号 这个情况我们改一下 改一下之后 其实执行也是可以成功的 没问题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把这个 wareid等于4 这个blocks 这一行 给它删除掉 就用delete来解决 也是一样 delete语句 也是必须要求有ware条件 否则的话就 直接就清酷了 就全部删掉了 所谓的删酷跑路 就是通过这个语句来实现的 好 我们执行一下 OK 那我们再select 查询一下 大家看 这个地方4就没有了 对吧 那 没有的话 我们再重新插一个吧 要不然会影响我们后面的操作 那我们把这个 verice 04 这个再插一下 再插一行 OK 插一行之后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的ID就变成5了 因为之前有个4 对吧 我们已经删掉了 这个4用过了之后 就不再用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的ID自增 它是永远不会回溯的 不会有反悔的 就是我就一直往前跑 你把前面子删了 我也不管 反正就 我就一直在增加 它是这么一个特点 OK 这就是我们的 增加改查 再补充一点 就是有一个 排序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查询 这个blocks 现在blocks 查询blocks 默认的是通过这个 parrow的顺序去排序的 对吧 有时候我们需要倒序排 而且一般情况下 需要倒序排 就是 我们在显示一个 Web列表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把最新的 显示到第一条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 改变这个moreland的规则 就有order by id dsc dsc就是个倒序的意思 然后order by dsc 就是通过id去倒序 因为id是自登的 所以说 就是你通过id倒序 那肯定是说 新创建的会在最前面 我们试一下 OK 这样就倒过来了 对吧 好 这就是基本的增加改查 有了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轻松的 去操作一个数据库了 OK 那下一小节 我们再去讲一下 这个总数和这个分页的一些查询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